贾文革团伙先后流窜到了长春 沈阳 海城 杭州 金华 三明 福州 厦门 宁波等地作案 在长春 一天夜里 贾文革租下了一套两军室 玩起了仙人跳 由徐立霞上街 招来意图嫖娼的男人 来一个关门打狗 榨取钱财 因为考虑到尸体无法处理 贾文革只能将杀人的欲望压制了下去 柳耀川 画名 是长春市某汽车配件制造厂的工人 这天夜里 他睡不着觉 独自在街上溜达 在一个街巷的拐角处遇到了徐立霞 徐立霞用眼神勾他 于是他就神魂颠倒地上前搭讪了 结果进入出租房后的柳耀川 被贾文革和孙文立痛打了一顿 抢走了身上的一百多元钱 在长春 贾文革团伙没有停留多久 又南下沈阳 他们在铁西区某小区内租下了房子 故技重拾 在这里 他们一共做下了三起案件 勒索共计一千四百三十二元 另有手表一枚 真皮腰带一条 上当的三人中 其中一个受害者 被贾文革和孙文立打断了两根肋骨 另一个受害者 则被打断了鼻梁骨 后来贾文革团伙流窜至了辽宁省海城市 在那里做下了四起案子 共敲诈勒索一千九百四十五元 受害人五名 其中两名是同学关系 贾文革觉得总在东北一带没意思 于是决定一头扎到南方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于是贾文革慕名而去了 在杭州 他们游历了西湖景区 然后做下了一起案子 将受害人张宝成 化名打成了轻微的脑震荡 勒索五千元后 逃之夭夭 然后他们流窜到了浙江金华 在那里顾忌重施 钻两起 勒索三千五百元 将受害者打伤后 隐藏身形 在金华住了半个月 然后团伙乘坐火车 去往福建省三明市 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共作案四起 勒索共得八千两百一十五元 贾文革与徐立霞和孙文立一商量 都到了福建了 干脆到福州和厦门转一圈 听说那里的人都有海外的关系 比较富裕 在福州 贾文革不但让徐立霞出门勾引嫖娼者 实施先人跳 耐不住寂寞的他 还买了一把尖刀和孙文立一起在夜里实施抢劫 二人抢劫时 打伤了一名商人 共抢得现金一万三千五百八十七元 和一块镀金的手表 另一边 徐立霞的圈套也是屡屡得手 共勒索现金七千三百六十九元 团伙喝酒庆祝 然后决定去厦门的海滩玩耍几天 厦门是著名的旅游城市 自然风光闻名全国 贾文革带领着团伙成员吃海鲜 晒日光玉 在大海里畅游 玩的是不亦乐乎 在吃喝玩乐之后 他们在厦门只做了一起抢劫 抢得了几十元的现金 之后 他们绕回浙江去到宁波 先做了一局仙人跳 敲诈勒索两千五百元 然后贾文革和孙文立出门抢劫 寻求刺激 不料被抢的人记住了他俩的模样 又辨别出二人操着东北口音 于是当地警察展开排查 很快地锁定了这个团伙租住的房子 警方到达出租屋后 贾文革团伙已经离开了 因此立刻通知在火车站 汽车站等关键位置 加大排查力度 在火车站 警方对贾文革团伙 来了一个一锅端 警察审讯时极眼利色 徐立霞毕竟是个女人 作贼心虚 见到警察如此的架势 竟然脑袋一蒙 把东北老家杀人的事情 和流窜全国抢劫的事情 全都招了 当地警方吃惊不小 立刻上报公安部 并联系了黑龙江警方 随后穷凶极恶的贾文革团伙 被押回纳河 警方挖开贾文革家的地窖 从而揭开了血腥大案 黑龙江省厅 齐齐哈尔公安局 联合乐河公安局 组成专案组 开启了现场的勘察 将此案命名为 1026特大杀人抢劫案 崔道直也在专案组当中 他是痕迹检查方面的权威专家 他结合法医的试检结论 从而推测出 大多数受害者的死亡原因 和受害轨迹 其中不乏一些 贾文革自己都记不清楚的 最终 警方勘察现场所得的结论 与贾文革 孙文丽等人的口供相互印证 从而彻底的锁定了 此团伙的犯罪事实 从1990年的7月到1991年的8月 仅仅一年的时间 以贾文革为首的犯罪团伙 疯狂作案64起 杀害42人 其中妇女24人 男子18人 也有传言说 贾文革杀的不只是42个 而是48个 或者是53个 更有甚者 说被害人数高达104人 警方公布的是42人 应该是准确的 这些人的财物被洗劫后 尸体被抛下了打地窖 贾文革的家 俨然变成了血腥的屠宰场 一个乐合的老民警 从未接触过如此严重的案情 当记者问他地窖中的情况时 他甚至所答非所问 他们在南方没有命案 只有抢劫 杀人都在乐合 事后 黑龙江三级警察机关 总结经验发现 之所以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案发 是因为信息的必塞 忙流较多 人口管理登记比较混乱的客观原因 但是大多数受害者的身份是暗昌 这一身份也延缓了罪行的揭露 受害者多是瞒着家人 从事卖银工作的 一般很少回家 或者是少与家人联系 就算有家人知道受害者从事的工作 但一般从事这类工作的人 流动也是非常大的 加上碍于受害者的身份 受害者的家属都未报警 考虑到案件本身的血腥和残忍 警方对该案少有披露 导致了传言四起 1991年10月28日 乐合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通报案情情况 11月2日 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勇专程赶到乐合 听取了案情汇报并做出指示 同年12月 中央政法委也派出调查组赶赴乐合 调查1026特大杀人抢劫案件 根据客观记载 贾文革从乐合县农业机械厂被开除之后 从事杀猪杀牛卖肉生意 为尽快的发财致富 便租赁偏僻的房屋实施杀人抢劫 贾文革先后 网络清河乡江东村农民李凤芝 前妻李燕珍 以及齐齐哈尔 建华厂职工家属区托尔所 保育员徐立霞 现蔬菜公司工人孙文立 结成杀人团伙 该案的法律程序走得很快 此案在中央政法委 公安部和黑龙江省官厅 齐齐哈尔市公安局的指导下 于1991年12月26日侦查终结 同月31日 由齐齐哈尔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1992年1月8日 齐齐哈尔市中级法院开庭审判 并报黑龙江省高级法院终审 判处6名罪犯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2年1月24日 齐齐哈尔市中级法院 在那河召开公判大会 宣判时可谓是万人空相 大家都想来看一看 这个恶贯满盈的贾文革 到底是长什么样的 大会之后 警方将贾文革 李凤芝 徐立霞 孙文立 李燕真 王燕玲 六名特大杀人集团 特意在城里主要街道 转了一圈 进行游街示众 然后拉到刑场 枪毙处决 当地百姓回忆起 那两年流传比较多的一个流言 不想活来那何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流言 还会嗤之以鼻 当贾文革案被披露后 当地人也会心有余悸地说一句 不想活来那何 一个当地百姓指着贾文革的家说 这里距离那何火车站不足一千米 很符合贾文革团伙 骗来受害人的需要 简直啊 就是凶斩 大凶啊 另一个老太太说 据说当时案发后啊 警察去地窖挖人时 地窖里都是人 而且贾文革呀 还曾烧过 至今也没有人知道 他到底是杀了多少人 这座宅院的部分外墙 还抹着水泥沙浆 但屋顶已有一小处的坍塌 转到院门处 则可以看见前面的一面墙壁 已经倾斜 从破碎的玻璃网里看 厨房内的地面 明显比院子的地面低 而且可以看出被挖过 有的墙壁已断裂了 房屋总共有三间 五六十平米的样子 几位住在附近的老年居民说 发生凶案后 这里就再没有住过人 房子很快地垮塌 跟警察掘地三尺 找受害人的遗体有关 他们还告诉媒体 贾文革家旁边 就是派出所民警 董某某的家 警隔了个过道 贾文革如此大胆的作案 杀人数十起 也没被人发现 实在是意想不到的 记者还在贾文革家附近 邂逅了56岁的岳云峰 化名 岳云峰从1988年起 就跟贾文革合伙 到老来 龙河 长发等急镇 买牛 做批发 直到贾文革被抓 他说 那时候他们天天都杀牛脉 收入很不错的 他想不明白 贾文革为何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 而是选择杀人解裁 其实 这个犯罪团伙并不是一点蛛丝马迹 都没有露出来 只是由于个别干警的违法违纪 严重影响了警民关系 导致群众所掌握的一些犯罪线索 没有及时的反映到管机关 一位当地群众说 案子出来之后的那些天呀 我们天天围着贾文革这个巷子 看尸体又运出来几个 热河关局公布的死亡数字呢 我们认为是不可信的 肯定啊 比他们说得多 人世间罪恶繁多 问苍天饶过哪个 感谢大家对老崔的支持 关注老崔公众号 拼音声优老崔